我觉得金门县方面这一巴掌打得好 打得好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台独意味着战争 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呢 他们罔顾台湾同胞的身家性命和利益扶植 为了一己私利啊 搞这个台独挑衅活动 而且起领于外国 甚至起领于武力 我看这完全是另立之婚 那么金门啊 曾经是所谓的啊 这个抗中保台的前线啊 所以金门人民啊 也饱受啊 当年对立之苦啊 所以今天啊 他好不容易啊 发展成啊 繁荣的啊 两岸交往的前沿啊 那么你企图再让台湾人民啊 去走回头路啊 去吃二变苦 受二茶醉啊 金门人民当然不会打理 我想不光是金门人民啊 广大的台湾同胞啊 也一定啊 不会啊 被民党当局过心和欺骗啊 那么两岸关系合并发展啊 反对台独啊 我想这始终是 两岸民众的主流意愿啊